大家好我是空菜 我现在在哪不重要 今天又是我们的新品评测 我们今天要去试一下星巴克新出的闪电泡芙 那个颜值看起来还挺高的 然后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今天我们去试一下 在这就是那一个 哇好小啊 就是那个卡通的那个 卡通的60一盒 给我拿一盒吧 不用了 买完了我们现在打开看一下 四个泡芙啊 我把它们从盒子里面拿出来 然后放到餐盘上 感觉这样颜值更高冷了 然后它就是四个卡通图案 第一只好像是小牛吧 小鸡小猪 然后一个小绵羊 四个卡通图案 对应四种口味应该是啊 那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吧 现在这个小牛呢 这个小牛我看写的是那个抹茶口味的 然后我们常见的泡芙一般都是圆的 它是这种长条状的 哎这有个孔 这应该是里面灌了一个那个馅料进去 那表皮这个应该都是巧克力吧 我翻开看一下啊 哦对中间是有一个抹茶馅 表皮就是黑色粉色的全都是那个巧克力 白色的是那个牛奶巧克力 然后黑色的是那个黑巧克力 泡芙以前我吃的泡芙都是比较软 然后这个没有那么松软就比较扎实一点 然后中间那个现在是吃到一个抹茶 有点那个抹茶奶油的那种感觉 诶本来应该是抹茶奶油嘛 这只小鸡造型的是香草的 然后它是表面是黄色的 然后做的眼睛做的嘴巴还挺形象的 后面应该是一样的 香草的里面就是白色的 口感吃节跟那个奶油的是基本上一样 但是里面的馅料不一样 它就是香草有个香草味 然后香草奶油的味道 小猪的啊 这个是草莓的 粉红色的啊 它里面是有点这种 蛋纸还是叫蛋粉的这种颜色啊 这个里面的那个草莓是有点酸甜的啊 就是不是特别甜 然后有点酸甜 这个口感不错耶 小绵羊的啊 然后这个是提纳米苏的 上面这个羊毛还挺有意思的啊 上面这个应该是白巧克力吧 然后这个黑巧克力 这叫蛋灰色还是什么啊 这个吃起来一个巧克力的味道非常的浓啊 因为它可能就是上面的羊毛 羊毛用的巧克力比较多 然后一个黑巧克力一个白巧克力的味道 然后加上一个蛋糕软软的那种感觉 对 吃起来比较像蛋糕 对 剩下的这一半留给饰养员了 然后这一盒是四个的做得非常的小巧精致 颜值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啊 然后味道的话我觉得还可以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个小猪的也是那个草莓口味的 然后这一盒四个的话是六十块 这个价格你觉得怎么样了 觉得血亏的可以在弹幕上打个一 觉得还不错的挺有创意的 而且很有鲜意 可以在弹幕上打个二 有你们来评判一下 然后本期的新品评测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个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